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去课咱们说了 类的继承性对不对 只是理论的 那这些课咱们来玩一下代码 看一下如何咱们能做到继承 好吧 比如说我现在设计两个类 我们把代码打开 原来代码清空了 咱们再写一下好吧 比如说我现在设计两个类 比如说妹子是学员 我是老师 对不对 那设计两个类 怎么做呢 class studnt 学生 对不对 那肯定学生有名字 有年龄 有性别 对吧 然后呢 他有什么 他有说话的方法 吃 对 妹子 有吃的方法 然后妹子 有走路的方法 而言 对吧 然后妹子呢 还有属性呢 比如说他所在的学校学习 对吧 s ch o r scoo 对不对 然后也可以有构造方法 比如说杠杆西文 s t r u cd 然后 这里边 名字 我先把这个方法 先都写上 对不对 先不具体实现 然后呢 比如说 我是老师 对吧 所以呢 class teach teacher 是不是这样吧 对 然后呢 我也有名字 年龄 我俩是同龄人 然后呢 性别 对吧 然后呢 我也有单位 对吧 backage 然后也有 说话的方法 对吧 backage 吃饭的方法 然后呢 走路的方法 然后妹子呢 这里边呢 她有一个什么行为呢 她有个学习的行为 对不对 backage s t u dy 妹子有学习的行为 我有教课的行为 教课 教课 g o 教 对吧 这段时间就不差点了啊 那看一下 现在呢 我在设计成绩的时候 一个老师类 一个学生类 对不对 设计的时候呢 就觉得 怎么的 是不是重复的代码上太高啊 按照他上节课说的那个习惯 一个原则什么呢 如果两个类有重复的东西 对吧 就把重复的共性 怎么的 用一个大的分类把它复盖 听着 那 老师和学生 都属于人 是吧 所以咱可以做一个人类 是不可以啊 对吧 所以呢 你看我这话 做一个class提出了一个它俩功用的东西提出来 class per 人 对吧 那每个人都有什么 你看它俩重复的东西出来 包括属性和方法 那名字重复 对不对 年龄重复 性别重复 对不对 那学校那个叫学校那个单位 其实 嗯 像正常的老师 正常老师都是在学校讲课 所以呢 可以是一个属性 公用的属性 对不对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是在学校吧 上课对不对 所以呢 像我讲课不一定在学校 有可能在单位 对不对 所以我那个就是一个随机的单位 然后呢 它功用的方法 都有什么 构造方法 是不是 重复的 然后呢 说话的方法 是不是重复的 然后呢 什么 吃饭的方法 还有什么 走路的方法 阿姨文走路的方法 你看 对吧 是不是这些是学生和老师公用的东西 提出来一个类 对吧 提出来一个类之后 那我们在这块 学生里边就不需要有这些东西了 你看吃不解话了 然后这些也不需要了 看到了吧 然后在老师这里边 这些东西也不需要了 看到了吧 那这些都不需要了 那我怎么办呢 那这个类里边不就一个手艺 一个方法了吗 其他没有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咱要学第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呢 叫做 对吧 叫做 继承 对吧 咱说这个词可以理解什么 扩展 是不是这么可以理解啊 那扩展的英雄单词是谁啊 Extens 是不是这个词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类的基础上 使用一个 EXTNDS Extens 然后再写个类 那学生类就继承了负类 叫做什么 负类是谁啊 Person 所以呢 咱们就这句话 子类使用 EXTNDS 继承 负类 那继承负类 能不能把负类什么继承过来啊 也就是 可以这么理解 一会咱们再具体的详细点就对不对 子类可以将什么 负类中所有的内容都继承过来 看到了吗 子类可以将负类的所有内容都继承过来 对吧 那 咱一会再理解别的 这个 那如果学生类呢 不是这个老师类呢 如果也拥有这个 是比接上Person 对吧 那我这里边是不是 看到这个 咱们用眼睛直接看到这个老师类也好 学生类也好 里边只有一个属性和一个方法 对不对 其实这个学生类和老师里边 他们俩共有几个 你就看负类有几个 负类里边有的 子类里边全有 听什么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 比如说吃饭的方法 看吃饭的方法 输出一行 是很简单的 对不对 那我看一下 我创建老师类的学生类里边能看到这个吃饭方法吗 看是看不到 对不对 但能看到是不是继承过来 所以呢 我只要创建一个学生对象 你有 有没有吃饭的方法 那只要访问一下是不是就知道了 好 如果能输出一行一 说明里边没有这方法 有 对吧 那如果这个方法里边 你看啊 在名字这块 比如说性别这块吧 假如是等个难 看到了吗 是负类里边的 咱们看到的学生和老师里边 有这个性别男吗 没有对不对 但是他继别继承过来 继承过来了 所以这块看个性别 我们能不能输出一个男 能不能输出 对吧 说明是不是负类中拥有的属性和方法 子类我都有 是不是这样子类都有 这是一个 那如果这样的问题我们再改一下 比如说可以更好的扩展 比如说我现在写老师类 老师是不是也在学校上课 老师不应该有学习的方法吗 比如备课是不是也得学习这些东西 对不对 老师再有个教课的方法 对不对 其实像这样设计类的时候 我这个就不用写单位了 学校是不是就是单位 对不对 所以学生类我可不可以 这个老师类我可不可以这样做 继承STUDNT 一个继承关键字 我只是写错了 看到了吧 所以我要老师继承学生 那么学生又继承人类 对吧 所以teacher这个负类是学生 学生的负类是person 是不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呢 现在咱们数一下 这个 当然老师这里边还有一个方法 是工资的方法 对不对 比如说工资 咱假设一个工资的属性 对吧 那现在老师这里边 是不是拥有的属性方法 显然可见 对不对 负类里边有的 是不是全有啊 所以这就是多 多不是多继承 这是多层继承 知道吗 负类还给有负类 负类的负类还给有负类 是这样来的 对吧 当然了如果我这种人是喜欢的 假如说我叫的妹子了 妹子你再扩展一个 比如校长的 对吧 功能 那你是不是再扩展一个校长的功能 继承老师的是不是行了 因为校长具有老师的身份 还有具体管理者的身份 是不是这样的 再多一个管理者 是不是就多层就出来了 那你拿到项目的话 咱们就理解成扩展就OK了 对吧 那咱们再理解一下 刚才能说了 子类使用这个继承 可以从负类中继承 所有要继承的内容 对不对 但是咱们前面在学封装的时候 学不学个权限的问题 学过 学过权限的问题 好 比如说说话的方法里边 我想说出自己的年龄 自己的名字 那我说出 对 你告诉我这次 我的名字是 我的年龄是 我的性别是 对吧 对吧 我们这里边 双眼号里边 可以签到边调 $z里边的 name 对吧 然后 $z里边的 age 然后这块 $z里边的 性别 是不是这样的 现在我购到画画里边 如果把这一幅写上 名字 年龄 性别 当然我这个地方 可以怎么的 不要了 我这里边 这次里边的名字 等于传进来的名字 这次里边的 等于传进来的年龄 这次里边的 性别等于传进来的性别 对吧 然后构造方法是也被子女进了过去了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创建一个老师的对象也好 学生的对象也好 比如提 提车吧 你有一个提也一些之间 对吧 传一个 比如叫做高 高洛峰 对吧 年龄三十 性别 男 这不可以啊 然后我可不可以这里有个说话的话 可以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高洛峰三十男对不对 那如果我在这里边 你看一下 在这里边 属性都是风光 私有的 私有的 私有 是不是风光上 对不对 那风霜上之后 我在这里边 能不能雕用呢 能不能雕用呢 啊 继承了 对吧 属性方法都继承了 如果按照咱们这句话的理解 什么 使用这个继承 子女可以将副理装所有内容继承过来 私有内容是不是也继承过去了 对不对 但是呢 你看一下 好不好使呢 看一下 猜一下好不好使 我就不刷新 好不好使 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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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一样的 嗯 那很多人稍稍懂一点面对象 肯定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私有的不就自己用吗 私有难道子类能用吗 我再给你写个方法 你看啊 我同样把这个方法 这块 看到了吗 我拿到这个 是不是创业老师的一下 拿到这里边 对不对 这比如说 就拿这个吧 讲课的时候先自我介绍一下 把它放到这 是不是教学的时候先自我介绍 说自己名字 性别 这个 对吧 那我调一下教学的方法 看到了吗 调一下教学的方法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看下边 我的名字 我的年龄 我的性别 出来了吗 没有出来 那这个妹子 你是不是感觉很奇怪呀 这个怎么回事呢 是不是 我是不是代码都没就粘过来 只是方耳鸣不同而已呀 对不对 因为方耳鸣相当是后边 咱们讲的不盖 还会讲啊 那 现在是不是有点晕乎 用对方话说比较晕 对吧 迷糊 那怎么回事呢 记得 继承的时候 还是能说了第二个这个字 咱们知道 PVT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 私有的 私有的 对不对 只能自己用 不能 别人用 包括自己的子类也不能用 那是不是就奇怪了 奇怪在哪呢 我说话的方法是不是在被子类寄成过去了 为什么掉说话的方法呢 我掉这个的话就不能 等等 为什么 这个 我就不给你画图 现在已经很明显了 明显在哪 说话方法 是不在负类里写的 比如说就拿说 这个功能 比如说你家赚钱的功能是你父亲的活 对不对 那 你能把你父亲这个功能继承过来 对不对 但是有一些是你父亲自己的操作自己的可以 你继承过来的话 如果全是允许的话 你可以用 全是不允许的话 你就要继承过来也不能用 听什么 所以这俩方法 代码上除了方法名不同 是不是其他东西能 这个是生命在负类里的 那我掉的时候 虽然它被子类继承过去了 但是其实我掉的时候 是不是它还是在负类里写的 它还是在用负类里边这个属性的方法 听什么 而我自己写的是不是 仿佛类里边私有的 你看这个不一样在哪 我这话 用这个梯 掉用说话的方法 这说话方法是哪个底的 是从负类里继承过来的 对不对 对吧 那这说话方法是毕竟是不是写在负类里的 私有方法是不再跟它写在一起 所以它是不能访问到 而虽然能继承到梯里边去 对吧 但它掉的还是其实是负类的 没有这个意思吧 多态那个原则相当于好 但是这个 看好了这个 是在子类里边后写的 而负类那个只能去负类自己 有私有的吗 在此类也不要用 就知道吧 所以什么时候子类要负类用 看好了 能记住这个缺陷吧 它就是私有的 就是自己用 子类都不要用 对不对 那如果我想要子类去用 怎么办 不想要外人去用 只要子类去用 什么叫不想要外人去用呢 你看啊 我这创建了一个对象 T对不对 我这输出到了梯里边的名字 能够输不高 我把这个住掉 看一下 提示我什么 是不是告诉我 怎么 对 没有定义 其实有没有定义呢 是不是在他的负类里边 有这个名字 只是没继承过来 所以外人不能用 私有的吗 保护起来 对不对 但是这外人不能用 那我如果想要子类用 我应该换另外一个词 看到了吗 那我写这个属性 你三个咱们知道的 POTECTED 什么呢 这个是保护的权限 保护的权限 那只能是自己和自己的子类中可以使用的成员 对吧 不能在外面使用 对吧 继承负类和子类可以用 听懂吗 但是外人不能用 所以我这块你看 我现在是把这三个属性换成保护的了 对吧 这个负类里边自己用是不可以 对吧 我在这写个方法 是不是子类里写的 他能用的那个保护权限呢 是不是在子类里可以用 所以我这块再调用这个 你看可不可以用 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但是谁用不了 外边是不是用不了 对吧 所以保护权限能在子类用 不能在外面使用 明白这意思吗 你也知道你了吗 嗯 还有一个权限就是什么 默认的权限 谁呀 第四个就是什么 怕非 这个是公开的权限 什么就是公开的权限 所有 对 都可以 都可以 自己 子类 还有什么 类外部 都可以使用 知道吗 默认就是 帕布雷克的 所以咱们不加帕布雷克 和这块我直接加帕布雷克 是 一模一样的道理 听懂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会儿就不用试了 假如改成帕布雷克 或者什么郭友的 比如说那名字 我这会儿改成郭友的 帕布雷克 那你看 负雷子雷 还有外边 真的都可以怎么办 是不是都可以用了 对吧 这权限 那我给大家画一个 这个权限的图 大家要记住 这些说到权限 都跟封装有关 只不过咱们前面 讲封装的时候 讲的是单类 对不对 既然有负雷和子雷了 那封装 它又多说一个权限 就是这个 大家再画一个图 好 所以几个 这块 有点不太奇 但是大家可以对我看 这是自己类中 对吧 然后 紫 紫类中 它有什么 类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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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权限 那PIVAT 这块 POTEC CTED 你看那图就全明白了 POBRIC 这也是什么 也是默认的权限 默认的 对吧 那这块 咱们看一下 私有的 只能在自己的一种 也就是标记 这个权限 除了这个类里边 用这次访问的 其他地方都可以 对吧 而这个自己类中能够用 在子类里边也能访问到这个 而公有的自己类中可以用 子类中有其他可以用 这个图 大家记住 这就是封装用到的权限 既然学到继承了 咱们又多学了两个权限 一个是保护的 一个是公有的 好吧 那这就是这个内容 这几个咱们主要介绍了 就是什么 上面注写的 就是使用什么实现继承 对吧 然后呢 继承之间是所有东西都过来了吗 是都过来了 但是权限有的是让还不让 对吧 有三个权限 那这种继承实现了 咱们就可以实现什么 软件工程说的重用性 是不是达到了 对吧 可固然性 我在人类里边加个方法 比如加睡觉方法 是不是老师和学生都加了 对吧 可为不幸 我只要在这会儿 把这个计划修改了 是不是子类说的方法全变了 对吧 所以就达到了软件工程的那几个重要的一些标准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介绍到这里 这节课咱主要实现 类的基础 好吧 好 再见